好 那徐小青現在採的姿態是告 全部都告 有講我的就告嗎 我們又要尊稱他為台北徐小姐了 今天台北徐小姐在立法院幹嘛呢 我們請教他晃哥 今天說要報王毅川的大料 就針對之前這個各自的部分說 咦 中華電信子公司販賣 這感覺起來又是他另外一波的公事了 我覺得徐小青今天用了兩招 先故作鎮定 然後再轉移焦點 但我認為這兩件事情 仍然沒有辦法掩蓋他內心的不安跟恐懼 結論是這樣子 他今天去扯四方電信 其實這一題已經是翻頁翻過去了 王毅川昨天用證人身分傳喚他 也沒有被收押 就回來 也沒有當庭證人轉被告 所以顯然檢察官也認為說 這個案子大概就目前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就不去細談 但是我告訴徐小青一件事 四方電信不是疑中華電信子公司 他就是中華電信子公司 你幫他證實了就 不用疑 四方電信1991年成立 2006年被中華電信收購 變成中華電信子公司 四方做的是IDC的服務 就是Internet Data Center 就是網路資料中心的服務 他跟中華電信 雖然是總公司跟子公司的關係 但兩者的數據並不互相交換 這今天中華電信也講過了 所以不要再去扯王毅川 徐小青你必須要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你自己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認為徐小青最大的問題是 他現在完全不知道杜秉承到底講了多少 所以他現在也很擔心嗎 我昨天有提醒過徐小青 你覺得鏡週刊只有這一期嗎 搞不好鏡週刊原本是想說我先登一期 但是你昨天一告之後呢 他下一期就會繼續登 因為你別忘了 鏡週刊的很多資深的記者編輯 都是以前一週刊來的 所以你大概了解以前一週刊怎麼做你就知道 國民黨的比較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曾經有過一個告過媒體 那個人叫林毅士 大家應該記得吧 林毅士後來他也是敗訴收藏 他有變成誤告 多一條誤告 那現在鏡週刊要去告他誤告 那我也支持鏡週刊採取該有的法律行動 因為我覺得媒體不能受這種政治人物的恐嚇而退縮 你有證據你就寫多少 而且我看了他那個訪問其實並沒有太大問題 也沒有什麼用釣魚或什麼誘導式的問法 記者在採訪本來就有很多技巧 你徐小青就不是三歲小孩 如果這樣都被釣魚的話 那你怎麼出來江湖上打混 因為通常沒台沒錢 問我說有個司法單位 我應該會問清楚說你的消息來源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呢 不會沒頭沒腦 突然說一個聲聞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就把聲聞的東西講出來 我沒有接觸什麼廠商 為什麼會突然突然接到這樣呢 不會這樣回答的嘛 所以一定是 大概徐小青今天也沒有把他的這個詳細 跟鏡週刊記者的對話還原 不過沒關係 這個將來到法院攻防的時候 這些資料都會出現 不過我覺得徐小青今天就是 顯然是經過昨天一天的沉澱之後 今天故意做這樣的動作 但是我覺得這個動作是 其實是非常愚蠢的動作 其實你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呢 暫時保持沉默一段時間 等到這個事情沉澱下來之後 你再來決定怎麼回應 但這就不是徐小青啦 從之前那個什麼一百萬的時候 他都採取一個開戰的姿態 然後發函啊發文啊給富邦啊北富穎啊幫他證實啊 所以徐小青昨天應該有看我們節目啦 因為我們昨天都說那是徐小青嗎 因為昨天據說跑立法院記者沒有人找得到他 所以他大概看的時候覺得不對 我要把那個徐小青的那個臉皮再裝回去 我就是徐小青 有啊之後有媒體追到他就控告那個時候啊 才發現他老公是請假跟他一起去 對 沒錯 對 昨天他老公不在台中 是請假跟他一起去提告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對徐小青來講 他的危機只會越來越重 而不是越來越輕 因為你看這個案子已經槓上開花了 他已經衍生出一個案外案 而這個案外案 讓我最好奇的就所謂的前見聲聞 因為我昨天就講過 杜秉承絕對不太可能聽過前見聲聞 這個專有名詞 那他我研判他應該在徐小青聊天的時候 閒聊的時候聽到的 那徐小青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因為他才2月1號才當立委 才剛進國防委員會 而且國防委員會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個會期到現在為止 只進行過一次前見的機密會議 所以徐小青為什麼會突然 就杜秉承為什麼突然講到前見聲聞 我覺得這個是將來還蠻值得玩味 也是很值得去發展的一個突破點 那當然這個比較難舉證 可是其他的事情 其實就是一番兩瞪眼 有沒有收受回扣 有沒有內線交易 其實就是一番兩瞪眼 所以徐小青大概他也知道 我認為他昨天一定有找律師稍微討論過 就大概了解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我就很好心的提醒徐小青一件事情 就基押庭 嚴押庭他跟一般的法院不一樣 一般法院是公開審理 你可以去旁聽 但是嚴押庭不可以 他並不公開 因為他算是偵查階段的一部分 雖然他在法院 所以徐小青你只要搞清楚 在一個不公開審理的法庭裡面 為什麼會有一家媒體拿到巨細迷遺的資料 請問是誰告訴這家媒體的 現場還看起來就是律師 現場只有杜炳城的律師 劉相杰的律師 然後有法官 然後有檢察官 對不對 我們可以先排除法官跟檢察官 看起來就是律師囉 對 那律師難道是自己大諸大諺嗎 沒有 而且不是你找的那個律師 可能是沒有被你找的那個律師 那我認為那個律師不是大諸大諺 是因為杜炳城或劉相杰 其中一個人很擔心說 因為這個基押庭沒有記者 我怕大家不知道 所以律師出來再講清楚一點 找一家媒體再講清楚一點 所以律小新你要小心 杜炳城手上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相信你也不知道 但是只有杜炳城自己知道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 我覺得律小新要好好的去面對 自己將來可能遇到的 司法訴訟的問題比較實在 好 所以請教將軍 因為你看今天他不是說 要爆王毅川的料嗎 結果中華電信今天說什麼 他副總說 沒有販售給政黨政治人物 會遵守法規 那我就想說以律小新的邏輯來看 你看他昨天不是在臉書上面 特別PO一個 經立法委員律小新或其研究室 未曾向海軍索取有關潛艦聲文資料 或任何海軍密件的標題與記錄 他上面寫著海軍回韓還我公道 那一串哥不是也可以說他還我公道了嗎 這當然我們在國防部服務過 不管是立法委員 還是相關的正式書函來信到國防部或到司令部來 密件的資料不可能出去 況且我講我昨天就說了 我說這個海坤號的聲文的資料不可能洩漏 就算洩漏 我們就退一萬步來 就算洩漏也是假的 也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海軍總部也不會有 這個聲文資料海軍總部也不會有 為什麼 這船現在還不是海軍的 這船現在不是海軍的 它怎麼會有聲文資料呢 所以他去問海軍 海軍可以非常坦荡荡的說沒有啊 根本沒有 因為連我都沒有 連我都沒有 我怎麼會給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聲文資料 我昨天就說洩漏的機率極低 非常低 就算是有也是假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海軍這個給徐曉星的函 可以幫忙徐曉星證明他的清白 或還他公道嗎 還是這個就是你有沒有索取 那你可能沒有索取資料 有沒有可能索取其他資料呢 你沒有正式跟我索取 其他的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子 公文來公文往 就是你沒有來 他來函 你問我A我搭A 對對對 你並沒有來函跟我要 所以我當然也沒有給你 這就是我沒有正式回覆你 那其他的他都沒有多說 海軍都沒有多說 那麼聲文資料會不會流出去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說 杜秉承為什麼會講一個潛艦的聲文 潛艦的聲文或許不是真的 或許不是真的 可是後面兩個 那麼掌握的證據跟相關的金流 杜秉承身為一個洗錢單位的主要的負責人 他會不知道金流 他會不知道誰匯過多少錢 然後我要把10%退給他 我要退給誰 你認為杜秉承會沒有嗎 杜秉承這個絕對有 這個所謂的內線交易 或者是這個不當的潰贈或者回扣 我認為杜秉承手上應該有 那麼潛艦只是個煙霧彈 為什麼你知道 大事 潛艦不得了 他又是國防外交委員 因為許曉欣才進國防外交委交多久 他怎麼有這麼神通廣大的能力 對不對 馬魂軍都不見得拿得到 什麼可能是許曉欣 所以我覺得這個聲文是個煙霧彈 重點是後面兩項 重點是後面兩項才是真的 後面兩項杜秉承有沒有證據 許曉欣好像沒有對後面兩項 做很明確的回覆 他都是對第一項聲文 就是我昨天講的 潛艦聲文都不可能拿到 海軍都沒有你會有 海軍總司令都沒有看過你會有 甚至連黃樹光都不見得知道 你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聲文是假議題 我真的覺得這點 我認為是假議題 但是後面兩個才重要 那麼許曉欣有沒有對後面兩個 抽絲剝繭 把這100萬 杜秉承知不知道有這100萬 杜秉承知不知道許曉欣有這100萬 按照許曉欣之前的講法 杜秉承是不知道的 因為這100萬是給許媽媽的 是給許媽媽的 不對是給這個 婆婆的 這個婆婆的 可是你知不知他這個函 就讓我想起他那個時候 婆婆跟那個屏東那一個辦公室的 那個北復營的對話 你認不認識許曉欣 這樣的對話方式也是問A答A 對話的部分來講 那個可信度只有許曉欣知道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查證可信度 但是這份公文是 確切是海軍司令部發的 因為海軍司令部可以很坦當的說 我沒有 我沒有給你 因為你沒有問我 所以我沒有給你 那當然 我認為是連海軍司令部自己都不會有 船還沒交船嘛 我們戰車還沒有交車 我怎麼會知道戰車相關的參數 我也不會知道啊 所以就海軍司令部沒有騙人 但是許曉欣未來要面對的 第一個 第一個 你面對 你說這是洗錢犯 洗錢犯的話能聽嗎 洗錢犯在開積壓炎壓亭 那你說要開這個研壓亭 是不是杜秉承希望不要再被壓 希望不要再被壓 可是他又爆出了三個事情之後 是不是增加自己被壓的機率 那他損人不利己 他為什麼要講這樣 他為什麼要說這些事情 我開積壓亭就是希望 經過了積壓亭以後 我不要壓了 取消嘛 讓還我自由 我可以回到社會來 回到家裡 可是呢 他卻爆了這三個料 反而是讓杜秉承更容易被積壓 為什麼 你一出來 說不定就有一些事情 可以私下來和解 或者來協調 所以杜秉承 他爆這個事情 他並不是要讓自己取消羈押 而是要把這個事情揭露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 徐曉星未來要面對 到底杜秉承上有什麼 到底杜秉承想要爆料什麼 這個事情不會石沉大海 這個事情會一件件的揭露出來 否則杜秉承爆黑料 他不是最佳一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才是徐曉星內心害怕 他真的有很多電力 九 Senin